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近期青少年级儿童受到网路诱骗 性剥削事件逐渐增加 为了让孩子了解其中的危险 并保护他们的安全 教育局加强宣导 并推出了预言短剧 会议家长与学童谨记 二要三不原则 远离性剥削的危害 话剧主角阿芬 因为将私密照外留给网友 以致被胁迫见面 因此求助于朋友与老师 虽然只是一个剧情 但现实生活中却真的有不少孩子 因为受到哄骗拍下不雅照 并传给他人 然而这些同学都身陷危险 而不自知 因此教育局希望透过宣导 让孩子了解网路性剥削的严重性 这个我在今年跟孩子做公开授课的时候 也是以性剥削防治 这样一个不雅照片的转传 各位知道吗 我授课的对象是五年级的孩子 几乎所有孩子都告诉我 再请那个网友丢回来给我就好啦 我再怎么样就说我再请大家封锁就好了 他们不晓得在网路的世界不是你能控制的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都会跟孩子讲 做了不代表有人就会帮你 帮你也没有办法 黄莫英校长担任性评事件调查委员 长达八年辅导过许多个案 其中还有小女生为了跟喜欢的男生告白 而自拍传送不雅照 各位一定很难相信 很多的小女生 她为了跟她喜欢的男生告白 她会拍自己的不雅照 我还看过那种国三学生 她曾经校牌是全校前二十名的 为了喜欢她搬上一个小男生 她说你要看吗 今天你要看吗 结果她就把她全裸照传给对方了 结果我们在做性评事件访谈的时候 她还说我就喜欢她 我有请她当天就删掉 那我告诉她你有想过这个照片 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出现吗 她的父亲非常神奇 这个孩子你看她这么聪明 她都没有想到这个厉害 另外网络上也有很多不孝网友 会透过情感关系建立 哄骗孩子拍摄私密影像照片 性剥削事件样态逐渐增加 也呼吁家长要多注意 我们的孩子很容易被诱惑 因为网络真的是非常吸引他们 再来根据调查 我们现在孩子的交友形态 他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三次 他就觉得那是我朋友 而且你跟他实体见面三次 他还不贱责觉得那是他朋友 所以各位要去思考我们这一代孩子 认同朋友交朋友的方式 已经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交友方式 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上 对他们做合一的一个提醒 交易局呼吁学生使用网络掌握不私下交往 不单独见面 不暴露个资等三部原则 家长也要落实关心放心 并且要与孩子约法三章等二要原则 多关心儿童使用网络情形 同时辅导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 共同守护孩子的安全 记者在我一头也报道 你有听说过苹果节吗 桃圆市会计国中透过苹果节活动 让老师及学生在软心时刻 护赠苹果表达感谢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校方也特别办理了未来明信片 希望让学生回顾过去的一年 并且朝梦想前进 苹果节目的束口 我会觉得是大家都成长的 您有听说过苹果节吗 桃圆市会计国中 为了增进学校与学生的感情 因此每年都会筹办苹果节 而会计国中透过举办苹果节活动 不仅让老师有机会 感谢学生的帮忙 同时也让学生 在充满感谢的环境下成长 虽然很辛苦 和我的团队一起在 每天的放学 每天的中午午休 牺牲我们的休息时间 虽然那么辛苦 但是我在这一次的表演 还有看到大家喜悦开心的表情 我觉得我很值得 很充实 我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下去 因为这是感恩 带来感恩及快乐苹果节 所以我希望让这个感恩 能散播给更多的人 会计国中这些年来举办苹果节 除了让学生在暖心时刻 跟老师互贞苹果 同时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 会计国中为了让学生 能回顾过去的一年 并且展望未来 也特别办理未来明信片 期望要让学生朝梦想迈进 这个目的就是训练孩子 培养孩子 知恩感恩报恩的行为态度 那将来出社会 也知道以此的行为规范 来回馈我们的社会 那未来明信片 就是学生对一些对未来期许 当然现在对未来期许 很多学生就 因为今天疫情很严重嘛 那当然对未来期许 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就是不要再有这些病毒 再进入我们的社会 让大家平安快快乐乐的成长 那也有些同学 就是未来明信片 对未来的期许 桃圆市会计国中 所举办的苹果节活动 已迈入第15年 而今年的苹果节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因此也特别以防疫为主题 除了有学生精彩的表演以外 同时师生也借由护赠苹果 借此将感恩的心传承下去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桃圆市南侃国小 为了提升学童的英语能力 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 因此规划了会眼看世界的校本课程 不仅要利用英语会本 丰富学生的国际观 同时也借由全英文的书籍 培养学生阅读英文的习惯 小朋友认真活泼的 上着英文课 并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之下 开口说英文 而这些学生会如此主动学习英文 并且反应勒劣 全都是因为南侃国小 透过引进多元内容的英语会本 因此让他们感到新奇 因为南侃国小在第一年级 一二年级的校定课程当中 我们的课程名称就叫做 会眼看世界 那会呢是会本的会 也就是说我们把英语会本 这么多元精彩的一个教学的内容呢 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充满一个比较更多的一个世界文化 或者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当作我们的课程的素材 直接让学生来看英语会本 从里面不仅学到的是 英文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那同时呢也对于整个西方文化 或是英语系国家的文化 国际的视野都能够有所的注意 陶渊市南侃国小为了提升学童的英语能力 并且开启学生的国际视野 因此透过规划会眼看世界的校本课程 不仅要利用会本 从小开始培养学生对英文的喜爱 同时各式各样的英文会本课程 也让学生直呼很有趣 我觉得上英文课很好玩 因为那边有夜的英文课本 每一课要上三个字母或四个字母的那边 都会有一个找找看 里面它有一些动画 或者也可以让我们 它也有歌 也有时候可以让我们玩游戏 有时候不行 可是我觉得里面的东西都很好玩 我觉得英文课很好玩 因为它有一些可以翻的秘密页 它的秘密页里面有让我们找的 陶渊市南侃国小 透过引进各式各样 不同类型的英文绘本 不仅让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丰富学生的国际视野 同时也藉由全英文的书籍 藉此从小培养学生阅读英文的习惯 期望要将英文从小应用在生活中 记者网络军团报导 陶渊市政府从去年开始 施做旧大南镇的排水改善工程 希望改善巴德地区的淹水问题 而这项工程同时也报名了市府的精品奖 其中的远端操作水门或灌溉沟 都能作为灌牌共存的优良范例 为了改善巴德地区的淹水问题 陶渊市政府从去年开始 施做旧大南镇的排水改善工程 该工程位于东门西上游流域非常狭窄 导致每逢大雨沿线就会淹水 水务局希望透过改善工程 疏解东门西流域的负担 所谓旧大南镇工程主要是解决 巴德扩大都市计划区边缘 那有些低洼地区会有淹水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用地是水利会的用地 那这是以前的灌溉沟渠 那我们也跟水利会这边争取 那然后让我们来做这个 菌路的拓宽工程 让这边除了只有灌溉之外呢 能够有一些排红的功能加进来 优别以往的排水改善工程 这次工程团队特别考量到周围 有许多农地 设施跳石横隔梁 作为农民检修通道 此外还有在适当间 具设置鱼洞 营造动植物棲息的生长空间 这个工程我们主要是 除了只有灌溉跟排红的功能之外 我们也把生态的元素跟民众行人的一些需求 把它加进去 譬如我们在不封地的情况 然后还有做渔洞 让它这个环境呢 能够适合一些小虾鱼类的能够来生存 那除此之外呢 原来的柏游路 我们也做了一个悬壁的人行步道 让民众呢能够方便来通行 随着都市快速发展各项的工程 也都以在地需求为出发点 希望能达到生态与开发间的平衡 而旧大南寸也有报名市府的景品奖 其中的远端操作水门以及灌溉沟 都能作为管排共存的有良范例 记者游家瑜桃源报道 位在大云区西海里内的7至12笔堂 由于周遭生态丰富 因此当地理长特别向市府争取 设置罐子笔环湖步道 并且透过最低限度的开发 打造充满原始生态的休憩场域 位在大云区西海里内的7至12笔堂 又称作罐子皮 由于周遭生态丰富 因此当地理长特别向市府 争取设置罐子皮环湖步道 并透过低开发的生态工法打造步道 希望要连接西海休闲农业区提供优质的观光及休息环境 我们现在目前在要即将进行的是 我们要做整口池塘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立美化工程 我们所进行的工程总定位大概三千一万 其中包含我们水利会的内面皮工程 我们整个的水道的改建 我们依据工程是180天 在完成以后就结合我们西海休闲农业区 带动整个周边的一个观光产业 也可以让附近所有的鸡民 有一个散步一个好的地方 罐子皮生态环湖步道 新建工程除了会将高地步屏的路面 重新铺设为两米宽的人形步道 同时在步道旁也会增设护栏 另外市府也将会把一旁的杂草及垃圾清除 并保留原始生态及种植绿美化植物 借此保护当地的生态 我们一些我们现在整个提案会整个把它重新打造 重新我们中间会铺设两米多的一个步道 我们以最自然的工法是以RC 还有一些渗水的路面 做最简单的一个铺设 我们周边靠近提案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些互栏互提 我们还有一个立廊道的一个建制 所以这个整个工程我们完工以后 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的游客来到这边 也会欣赏到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步道 目前罐子皮生态步道在当地里长的争取之下 相关单位也将陆续进场施工 而工程总经费约3000多万 对此当地里长希望要借由打造1300公尺的环湖步道 并结合原始的环境生态 要活化西海里的灶热空间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现阶段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 对于一些活动的举办 造成生活上的一些不便 颇有为辞 那我们观光发展跟文化推动上面 它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希望陶渊市政府能够广纳善言 以百姓他们的需求为依规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桃园越来越好